好 最近有没有觉得天气好热 美国西岸第二波的秋老虎即将发威 在国家气象局预测说 一波太平洋高气压即将从10月3号到5号 横扫整个大洛杉矶 并且会带来破纪录的高温和热风 也因此先提醒大家一定要严防 纵暑和山火 10月份还有90度以上的高温 虽然很难想象 不过一切都是真的 国家气象局预报员马其强表示 整个美国西岸从周五开始 从旧金山洛杉矶到堵城拉斯维加斯 都会出现华氏近百度的高温 民众开车处游务必小心缺水 高气压从西边在太平洋的移进来加州 南加州呢 Downtown LA差不多星期四开始到星期日 都会超过90 最热的可能是星期五可能是星期六 差不多到100度 然后内陆的地方很多到100到105 Vegas也会有几天超过90 旧金山方面也是比较热的 至于加州民众最关心的 今年冬季雨量如何 能不能解决加州极度干旱 马其强则预测 无法保证今年冬季 加州可获得足够雨水 因此民众还是要节约用水 尔尔尼尼尼尼尔的他的生成的机会 是百分之60到80之间 但是我真的很强影响到那个 特别是南加州的雨量的话 现在还是不太明朗 所以未来几个月还可能是比较干 比较比正常少的那个雨量的情况 虽然高温天气会让民众很不舒服 不过马其强表示 好消息是 气温在下午4点过后 便会很快的落到华氏70度左右 民众只要提防温差大 不必担心在夏季一样 晚上还要开冷气入睡 东文新闻用至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